本赛季在离开了CBA之后 周琦并没有选择前往NBA 而是选择加盟澳大利亚的NBL联赛 不过最近由于疫情的反复 NBL也宣布暂时停赛 周琦也暂时离开了球迷的视线 更多的是投入自己的私人生活 本赛季周琦在NBL凤凰队的发挥十分出色 在经过了四场比赛之后 周琦就贡献了17个盖茂 荣英联赛盖茂王 场均贡献13.8分和7.8个篮板 外加4.3个盖茂 而凤凰队也成了最大的赢家 队长克里克暂时排在联赛MVP榜单的守卫 而周琦也领跑最佳防守球员 可以看出在对抗强度更激烈的澳大利亚联赛 周琦也是有足够的实力站稳脚步的 这对于整个中国南南来说也是一大好事 但近日爆出一则消息 周琦再次成为焦点 一名叫做蓝英的女记者 在吉林东北虎群中发表了争议言论 报道了一些所谓的关于周琦和辽宁 新疆队的内幕 但却说了一些疑似地狱骑士河南的言论 网友也排出了这位女记者的身份 据悉 她的微博名为蓝英之音 原名杨宝岩 自称是浙江广沙男男主教练 吉林男男民宿王博的姐姐 也是吉林省蓝协运营总监 某网站首席记者 她的现场证件名为吉林省蓝协记者 是篮球媒体界的资深人物 从截图里 我们也能够看到女记者所发表的言论 确实不当 球员个人的实力 并不应该和她所在地发生关系 女记者显然混淆了这一点 周琦也是强势回队 强硬发问 河南人怎么了 我怎么不懂感恩 怎么不守规矩了 而女记者也是态度强硬 丝毫没有认错的态度 反而表示 在周琦帮助中国男男 打进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 她不会对此事做任何解释 随后球迷们也再次爆出了 关于这位女记者的其他事件 不久前和翟小川齐口角冲突的 就是这位女记者 去年广沙和辽宁的比赛中 冯兴不满裁判判罚之后 对着赵纪伟口吐芬芳 郭艾伦看不下去后 向裁判告状 随后裁判给冯兴一个技术犯规 而在此过程中场下的一位记者 也是大骂郭艾伦 而死人正是这位蓝音之音 2016年总决赛的冲突事件 也是这位女记者造谣 虽然在事后就行了道歉 但不得不说这位女记者的过往 真的是污点满满 周琪这次没有选择退缩 而是正面硬钢女记者 这种做法是绝对会获得 穷民们的支持的 网络空间也是大家的公共生活 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维护的 并不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一定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 虽然具体的处理结果以及真相 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这位女记者所说的言论 是非常不正确的 在此也呼吁大家一定要规范自身的行为 无论是在网络空间还是现实生活中 我们都要遵纪守法 共同营造和谐社会